作词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各位三知识 上面名话都说完了 现在是银字下第二事宜 因为佛出现时间 先是全 这个道理是明白了 但是里面有些问题 需要加以解释 所以接下去有第二事宜 这个事宜的经文 有一首句中 有四句 从九远接来 战士涅槃法 生死苦永惊 我产如是说 这一首句中 法法文句里面 把它看作 解释上面的一些疑问 有什么疑问 按照文句会议的解释 是这样的 他说 那么按照上文 这样看起来 好像释迦牟尼佛 自己不能鉴定众生的根基 那么要经过十方诸佛 那么加以伟欲之后 才晓得 众生的根基原来是如此 那我也跟诸佛一样 先是全后显实 不能成佛了 就说大法 是这样 那么既然是 要等诸佛提示才知道 那就变成了 释迦牟尼佛的 智慧好像是有不够吗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加以解释这个疑问说 并不是这样子 这只是在思想上 需要这么一个表达 释迦牟尼佛并不是说 他自己不知道众生啊 当时要先度生文更新 大圣根性的音缘还没成熟 佛不是不知道的 虽然知道 那么这是以十方诸佛 同样的做法 无论哪一尊佛出现时间 都要这样子做 都会有这种的表现 那么显示啊 这个佛法是佛佛道统的 所以等到诸佛都显现了 说诸佛都是一样这种的做法 并不是他现在才动念才知道 所以接下去就说 从九远进来啊 战士涅槃法 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身为人啊 释迦牟尼佛也不是今天才度他的 也不是今天才跟他戒缘的 在九远戒以前啊 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这些身为人都是他所度化的众生的 以前讲过佛菩萨度众生 都是有三个步骤 第一为他种善根 第二使他的善根成熟 第三使他得到真正的写托 种 俗 托 佛菩萨度众生都是由这三个阶段 那么这些人今生修行都种阿罗汉国了 这是已经得写托了 写托之前必定有善根成熟 与种善根的过程啊 那么他的善根不是今天才种的 就是他这个生文法 喜欢小善根性的 这种的生文法的根性 也不是今天才有的 九远戒前啊 佛就知道这些人喜欢生文法 喜欢自己求写托 那么喜欢自己得理苦得乐 那么因此佛在九远戒前就赞叹 开示他们呢 要断烦恼正涅槃的法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 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就已经为这些人种下善根了 大善善根比较慢发 而生文的善根先开发 那么九远戒来就为他们说这个生文法 教导他们修行 那么到了今天他的善根已经成熟了 所以佛为他一出转法轮一说法 他当下就开悟了 就正出国 叙托渊到四国阿罗汉了 所以是九远度他的 不是今天才才度他 也不是今天才种善根 也不是等到诸佛 这个显示诸佛的这种的做法 佛才知道 哦 我也这样做 不是这样子 佛佛道同 大家都一样 无论哪一尊佛出现时间呢 在四项上 度众生的方便 都有这些构成的情况是相同的 并不是说 我世家不懂得这些人是生文跟性 那么要等到诸佛启示才知道 不是这样 因为这些人我老早就替他种善根了 我知道今天要度他 他的善根成熟要得血多了 但是这个四项上 必定要有这么一个构成 不可能说是 一下子自己就说出来 那么说法也要有因缘呢 因缘没成熟怎么说呀 这是一个 解释一个问题 或者进一步还有一个问题说 那上面是怀疑老师了 就是因为释迦牟一佛 好像他的一切字不够 不会的 一样是究竟的 跟诸佛平等 因为只是佛佛道同啊 都是如此 必定要这样子的表现 使这个法轮呢 才能够圆满的运转而已 那么或者会怀疑这些弟子们 那么佛弟子们为什么那么 那么巧 这一身一见佛一听法 当下就证过呢 当下就证过呢 哪有那么好的 有好多人修了几千万事也不能成就啊 他们为什么一下子听到佛法就证过呢 这是怀疑弟子 怀疑吴比丘等 那么为什么他们他们这么好 一听到佛法一句就成就了 例如说有好多佛 那么现在解释说 久远接来 佛就渡他们了 他们在久远接前就在 释迦摩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就听法修习了 这声闻根性听法的细心啊 久远就已经讯息来的 不是今天那么容易就得到啊 这个所谓久远啊 久远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就在后文啊 化成玉品里面就说了 后篇第三周 因缘说一周啊 化成玉品里面就说 佛在久远接前呢 就跟这些弟子们接远了 所以这个久远呢 就是指化成玉品里面所说的 大通至圣佛那个时候 十六王子 释迦摩尼佛在那个时候 行菩萨道就是十六王子之一 为十六位菩萨撒咪其中之一 那么这些僧文人在那个时候啊 释迦摩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 做十六王子 做菩萨撒咪 那么那个时候就为他们种下善根 这些僧文人 辛苦苦苦修了用功啊 几十年下来好像一无所得 还是那个老样子 那么为什么我们做起来那么困难 佛在世的时候 无比救得那么容易 一听就成就了 原因是他们在九远九远之前 等到后边第三周 就是法法经第三卷 法成玉品里面 大通至圣佛那个时候的四季 就会完全显现出来 您就会明白了 所以这些人不是今天才学的 九远就修学来了 那么这就是解释这个问题 说他们九远接来就听到佛法 所以今天一听法呀 生死苦修经 见识或一断 三界的六道轮回生死就禁了 禁就没有了 完毕了 三界六道生生死死的苦恼 从此永久断经 不受后游了 这些阿罗汉们从此不再受 三界六道轮回的后游 不必再来做三界六道的众生了 那么今天他能够这么容易的写托呀 这是九远接前就为他们说法呀 种善根 使他善根到今天成熟的写托了 所以我常如是说 我释迦牟尼佛自称 自从九远接前在大通至圣佛 那个时候替他种善根 时时都在教化他 常常教化他 如是只教化的说法 我就这样子教化他 没有停止的 一下就这样子啊 宣伞他的善根 让他今天成熟了 所以一听法呀 当下就写托了 我们做个比方说 例如他们开路啊 像这个开南回公路 南回铁路 有这个隧道吗 山洞 这个挖山洞两边都在挖 挖必须挖了很久很久啊 已经挖快要穿过去了 剩下这么一点点 剩下这么一点点还没有通 这一点点一打通了就传过去了 那么释迦摩尼佛出现世间 为他们这些生活人说法一句就开悟啊 就是他两边都已经都接到了 剩下这么一点点一动就开了 这一下子就开就通过去了 很简单的 但是你现在只看到他这一下就通了 你没有想到他两边打过来的这个经过的时间 多久啊 好几年了 好几年的功夫 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 两边都在挖 挖了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今天这一下子就通了 释迦摩尼佛度这些生活人 他也是九元度来的 就是好像这个挖山洞一样啊 这个隧道两边在挖 这就下了好多好多的苦功 现在已经啊 两边都挖通了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一下子就通了 那么这就是佛出现世间的时候 那些文法的人一文千物啊 原因在这里 是九元就挖下来 不是今天才挖的 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们现在正在挖 我们现在正在从两边在挖 要挖多久呢 就看你的能力 看你的功夫啊 看你的能力 你的功夫都大 假如你的能力强 力量大 哦 那么就很快 挖的就比会比较快一点 假如力量不够啊 那就会慢一点 但是迟早总会到的 有一天 有这么一天 两边都挖到了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碰到佛出现之间 一点就误 一点就成就 就通了 所以这一段 事宜的文字啊 就说明这个道理 对于师 对于弟子 都能够把它解释清楚 师 不是要等到 始方诸佛实现 我遇 才知道 实际上它九元就度的 不过今天呢 在说 说法的仪式 应当要这样子 才算是圆满的法轮 对于弟子 九元种下的善歌 他们九元修来 到了今天是最后 这么一 只这一下子 就可以通了 那么这都是九元修来的 师 都是同样九元 九元就圆 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啊 绝对没有 这个塑神科 很快 塑成 一压着就成就了 没有这个事情 必定要九元修来 所以 那说是当僧就成佛了 寄生成佛了 这都是成的理计佛 连明智计佛也未必就到了 别说是观行 像是风筝 乃是究竟了 所以天台的六计啊 对这个道理就说得最清楚 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都可以做佛 没有错 但是我们现在是个理计佛 但是我们现在是个理计佛 动静 离全师 寻仓 似近辉 明明随无趣啊 渺渺不知归 这就是理计佛 我们这些六道凡夫都是理计佛 约理一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当然就是佛 可是您还是明明随无趣的 还是个渺渺不知归的 那么必定要了解佛法 努力进修 经过明智 观行 相识 而后才能分正 而后才能究竟 所以叫做事宜 到这里为止 第一段的念同诸佛 用三圣称一口的 这个出之下第二段 这个经文就到这里 说完了 就是送四方便化 为下舍机用车笔作本 那么这个柜子下的六颗 第二颗说完了 下面是第三 第三段 直字下第三段 送显时 为下 等似大车笔本 下面是显时的经文 显时 就是前面开拳吗 现在有显一时法 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都能成佛 为他们受据 身为人都能成佛了 那么这就是做后边比喻评 先说三车 等到朱子出来之后 等四大车 通通给他一个大白牛车 那么就是说明 那么就是说明人人能重复 都显一时 做后边的这个比喻的根本 所以就是送显时 为下等四大车笔 这个本子前面本来是应当要有桌子 但是有些本子都裂掉了 就跟随略掉 应当是为等四大车笔做笔 就前面有个桌子比较更显明的 如果自己要求比较容易明白 也不妨在这个河畔旁边填一个桌子 经文很长 我们边念边解释 设立佛当思 我见佛子等 自求佛道者 无量千万亿 嫌疑恭敬心 皆来至佛所 曾通诸佛文 方便所说法 这两首句诵 先说明这些生文人 到了法华会上 大圣的根基已经发出来 大圣的种子 在大通至圣佛 那个时候种的大圣根基的种子 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 就是等于是向长者求说大车 求说这个果的 所以坐后边已经出了火车之后 向长者要求要车 做这个比喻的根本了 那说你佛呀 你应当要知道 我看到这些佛弟子们 佛子 只生文人 平常是说菩萨真正能够继续佛的法旦 才是真职 生文人 四职而已 好像是弟子 是真职 但不是真的 因为他是生文 自己还没有发菩提心 那么到了法法会上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何况生文 所以生文也是真佛子了 所以这个我见佛子等 这个佛子就是通知生文人 通通都是佛的真职 等于其他受化的众生 接受佛的教化的众生 他们过去都有这个志向 都有这个志愿 要求无上菩提道 自求佛道者 他有志愿 要求无上菩提道 要成佛 不是一个两个 无量千万亿 无量千万亿 那么多的生文人等 他们过去都中过成佛的善根 都曾种下这个大善善根了 现在在法法会上 他们的善根成熟了 所以贤以恭敬心 接来志佛说 他们都是 贤就是通通了 跟结智的意思是同意了 他们通通都用最恭敬的心 来到灵散会上 到佛的面前 来接受佛的教化 那么为什么他能接受 这个时候能够接受大善的教法呢 因为他曾从诸佛文 方便所说法 过去四十一年来 文的都是方便法 而九远界前 也曾在大通至圣佛前 曾种下大善善根 闻到这个大善的教法 到了今天 他的善根成熟了 所以能够接受这个意识自凡 接下去说 我既作识念 如来所以处 为说福辉故 今正是其时 这里 记下去有两首句送跟一句 就是一直到 我舍利佛当之 顿根小智人 着相交慢者 不能信事法 今我许无微 这有两首并一句的俱松 说明 释迦摩尼佛在灵散会上 说法八经的时候 能够敞佛本怀而说 满心欢喜的情况 他知道众生在这个时候 都看得接受这个一圣的 这个一佛圣防 都能够接受了 所以佛这个时候就 我既作识念 在灵散会上 他心里这样想 如来所以处 为说福辉故 如来就是佛了 佛出现世间的用意啊 就是要说佛的智慧 把自己清正的整个 说解众生 同样体征 要说佛的究竟智慧的缘故啊 才出现世间 现在嘛 说法四十一年来 到今天灵散会上 说法八经 时间到了 可以开圈显十了 今正是其实 这个十啊 就是因缘成熟 大圣根发 声闻人的大圣根信 已经发出来了 因缘成熟了 时候到了 该说了 这个就是所谓 算作同时啊 算作同时 这是一种比方 举说母鸡啊 母鸡这个福蛋 福蛋的蛋 这个蛋里面的小鸡 要出来的时候啊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 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 这个里面的小鸡 在蛋壳里面要出来 而这个母鸡 对着这个 蛋壳里面的小鸡 要出来的地方啊 它彼此同时一作 作 用它的尖颠的嘴巴呀 一作 这个作要同时 同时 慢一秒钟啊 里面的小鸡就完蛋了 就不能出来 差一点点就不行 所以算作同时 母鸡的作 跟这个里面小鸡的 往外作 同时间 而且这个母鸡的作 要比较用力 小鸡力量不够啊 它在里面用它的小嘴的 尖尖的小嘴 就是作一下 那么这个母鸡 作一下呢 有一摔 摔 把这个蛋壳把它摔回来 所以叫做摔作同时 里面小鸡 作 外面的鸡母 作 摔 把这个蛋壳嘴里裂开 小鸡就出来了 鸡鸡就出来了 这个叫做 说作同时 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 开权显示 跟这个情况相同 因缘成熟了 早也不行 慢也不行 太早了 他们善根本成熟耶 善根本成熟 你跟他说他不能接受 这个道理 你如果不相信 您既然学佛久了 你想办法去度度人 你就会知道 说话度人 您就会知道 有些人 你会尽心机 苦口婆心 劝他学佛 你好发心 那学佛 说好多佛法给他听 说则很用心 听则冒冒 他根本是磨不关心 他不用心听 他心里讲 这真是多疑的 我才不听你这一套 你 他根本就不用心 那你说尽 这个好多的佛法 用尽方法去说 他不接受 他为什么不接受啊 他还不想出来嘛 他还在蛋壳里面 他里面还没 时候还没到耶 他不出来耶 你外面捉他 他里面不捉 他说你怎么能够做得出来呀 这一做又做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没到 你劝他 他不出来 不过也有好处 等于是替他众上根了 他听了一点佛法 众上总是遇苦才会发心的 没有碰到苦恼 没有逆境 他不会发心 他听了一些佛法 当时 默不关心 等到他遇到苦经了 甚至需要佛法的时候 他突然会想到 那个时候他会找你耶 他就会来找你 因为那个时候听到你说的 那个时候他是不关心 这个时候他需要了 他来了 就好像小孩子 他肚子饿了 他就来找你 那么他肚子不饿你 他真的要玩的时候 你拿东西给他吃 喂他 他不吃 情况是一样的 必定要等到因缘传熟 所以佛法讲因缘 无论什么都是 离不开因缘国 今正式期 十四要么因佛成佛 四十一年来 这个时候 时候到了 该说了 不说不行 因为佛不久也要入涅槃 再过几年 所以时间到了 就是要为他们说 这个罪善法 依佛善法 圣地佛当时 再叫一声 圣地佛说 你应当知道 顿根小智人 着向交慢者 不能信事法 因缘没成熟之前 这些顿根人 小慎 身为人 智慧很小 就是小智慧的人 身为人不能说 他没有智慧 就是供波 有小的智慧 只能求自己 写通 他还蛮修行之前 他很执着 着向 也交慢 有这个 交慢两种 慢是根源烦恼 交是随烦恼 交细说有八种 慢细说有七种 这个道理后边到比喻瓶 有需要说到的地方 因为比喻瓶里面 借那些动物 来表现众生的烦恼的名词 到那里 有表示 这个交的八种动物 慢的表示 独一意在后文有说 关于这个 七慢八交的名乡 等到后边比喻瓶再讲 这里不讲 只是说这些众生 他在凡夫的时候 执着 着向 又交慢 那么这种人 他善根没成熟 你跟他说 他不能接受 不能信是法 因缘没成熟 你跟他说没有用 他不能相信 不能信是法 是法 就是义佛圣法 义佛圣法 这一时的义佛圣法 那个时候你跟他说 他不会接受 因缘没熟吗 那么经过这 四十一年来的感化 教化 善根成熟了 这个时候 他的善根 大圣善根 整个启发了 可以为他说了 今我喜无微 今 子凌三会上 正在法法间的当时 我 释迦牟尔佛自称 这个时候我很欢喜 为什么呢 佛有事无微 哪里有不微的时候 他不会微 现在这里所说的微 是说如果时候没到 跟他说大法 他会毁谤 毁谤大法将来又堕落 那就增加他的苦恼了 就恐怕他们 因为还不能接受 而为他说 使他堕落 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 为此为这一点 不是说佛有什么不畏 只是恐怕 因缘没成熟 你一下子跟他说大法 他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还不要紧 他诽谤的话 就会堕落 本来好心要度众生 结果没有度到 反而使他堕落 那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吗 佛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必定要等到 他因缘成熟 到了今天 这些小鸡该出来了 所以就要做他 让他出来 那么习无微 就要为他们 说这个义佛圣法 开权显示 会三归一 希望他们呢 都能够清正佛国 都能够入这个 出驻的原教的地位 那么这是 两手句送跟一句 说明佛 知道众生的根性成熟 可以说大圣法 的大利益 那么因此啊 常佛本怀而说 既然是本怀都很欢喜 接受了 知道众生能够接受 什么欢喜呢 所以佛的本心啊 很高兴 很欢喜 所以敬我喜无微 该说了 后边有三句呀 真正显示 正显示 显示诸法 实相之理呢 所以接下去就说 余祝菩萨中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这两句话呀 在所有的祖师的著作当中 实时都会引用的 现在说 这些生活人 通通都是菩萨 后边有两句话 卢等所行 是菩萨道 渐渐修学 系当成佛 卢等指身为人 你们这些身为人 等过去所修的知库 断机 莫灭修道 生灭似提 这都是菩萨道呀 你不要以为是小圣 这都是菩萨道 那么你就按照这个门路 渐渐一步一步的修真 系当成佛 你们将来度成佛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佛才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所以这个诸菩萨 不但是指这个 平常的一般的大乘菩萨 菩萨众 现在包含 临三会上 所有的听众 通通都是菩萨 临三会上 法华会上 所有的听众 通通是菩萨 既然通通都是菩萨 当然声闻人也是菩萨 所以现在我们习惯上 设立佛 穆建连都称他是声闻 但是实际上经过法华会上 他们都是菩萨 称声闻是越他的事迹 今生的事迹的事迹而称的 越他在法华会上得到根本 已经开他的 显示他的根本都行过菩萨道 那么他们都是菩萨 所以设立佛也是菩萨 穆建连也是菩萨 摩霍加社也是菩萨 乃至所有的千二百五十人 甚至临三会上 所有法华会的听众 通通都是菩萨 不过现在习惯上 越他的事迹 说他是声闻 设立佛尊者是声闻 穆建连尊者是声闻 越事迹而伦的 不是越他的根本 那么现在在法华会上 开权显示 会三归一 正直舍黄篇 但说无常道 这就是等四大车呀 这两句话就是等四大车 把这个大百牛车呀 等四给所有的朱子灯 通通都得到大百牛车 这个大百牛车 不但是设立佛穆建连的那些生活人 都得到大百牛车呀 我们都有份哎 我们都有一辆大百牛车 大百牛车就在你的心里 就在你的家里 就在你的房间里 你不相信 细细去找 一定有这么一个大百牛车 一定有这么一个大百牛车 人人本来居住 现在佛就整个把它启发出来 我这个时候政治舍方便 把过去四十一年来的方面的全法呀 整个舍掉了 这个叫做废权历史 把过去的全法废掉 通通会归一时 会三归一 把过去的三圣法通通会归一佛圣法 那么三圣当下就是一佛圣 不是灭掉 不是消灭 指这个三圣法当下就是一佛圣 舍也不是丢掉 只是把这个方便的按钮去掉啊 显出本有的正直的一佛圣的按钮 一起发 人人同成佛国 都能够修菩萨道 道成佛 但说无上道 只是为他们说这个无上菩提大道 人人成佛 那么无上道就是一佛圣 一圣法 就是诸法实相 那么这个叫做显实 既然是显实呀 必定是教行人离四种度一 那么经文里面所说的既然这些人通通都是佛子 前面不是说我见佛子的吗 既然他们都是佛子 后边又说语诸菩萨中 这些都是菩萨 身为人也是菩萨 身为人也是佛子 那么这就是仁义 仁义 人人都归一佛圣 都能成一佛圣罚的 这亲证一佛圣的果道 那么这个仁是义 那么前面说 为说福会过佛的智慧 既然为他们说佛的智慧 这就是礼义 礼义是义 只说诸法十项之礼 诸法十项之礼 因为智慧说呀 就是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就是礼义 那么既然是行菩萨道 欧罗汉都能成佛 这些欧罗汉都是菩萨 既然菩萨必定就行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行义 他们所行的都是菩萨道 那就是行义 正值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既然说无上道 说的无上道就是教义 因此接下去就 等于是先替他们授据说 菩萨文士法 以往皆已出 千二百楼汉 西医当作佛 这等于是先替他们先说句了 这些生活人都是菩萨 他们听到我这个义佛圣法 释法 义佛圣自法 现在所开的 开拳显示的义佛圣法 他们听到了 以往皆已出 广开三显一断移身心吗 科幅里面广开三显一断移身心吗 这里就是他所有的怀疑的 好像王的那种的疑 整个都消除了 皆已出 那些遗忘 通通都消除了 通通都没了 所以到了今天 千二百楼汉 西医当作佛 这个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通通都能成佛 现在虽然是乌罗汉 那么他修行 继续修佛圣道 将来都能成佛 所以后边一一都替他们授记 这里就先总授记一样的 说这个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些乌罗汉 通通将来都要成佛 因为这个文字固定在五个字啊 只说千二百楼汉 应当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位 欧罗汉 他们现在是真的是欧罗汉国 但是现在他所修行的 都是菩萨道 将来都要成佛 西医当作佛 西通通 这些欧罗汉将来 通通都要作佛了 所以后边 法说一周说完之后啊 为舍利佛授记 舍利佛代表上根 于一说一周说完之后啊 为牟建林 牟活加舍 须菩提 加赞源 这四大弟子授记 代表中根 都成佛 到了因缘说一周说完了 富罗罗汉为代表 乃至千二百五十人 有学无学通通收集 到了法师平啊 乃至梦法的佛地子们 通通都得收集 将来都有成佛 所以到了林仓会上啊 没有一个不能成佛 都能就近成佛的 既然都能成佛 所以 各个都是 这个 都是无上菩提道上的 大菩萨 千二百五十人 将来都能成佛 这就说明 他们的根基 善根已经成熟了 现在为他们开权显食啊 将来都能成佛 那么这一段就叫做显食 这个所谓显食一时之礼 那么让他们将来都能成佛 后文就叹法而须有了 这里面还有含有很多的道理 假如都要一一式一说 意义很多 但是有些地方不能不说 必定也需要说明 例如说到了法法会上 大圣的根基已经开发 可以接受佛的 这个一佛圣法了 但是众生各个都有 这个烦恼的障碍 就是无名烦恼 那么因此在法法文具 一会议里面呢 他就有这个四料卷 四句的分别 但是有些众生 障碍已经除掉了 但是大圣根基还没有发 这一类众生就像好像过去四十一年来 他能够断烦恼 断剑施烦恼 而正俄罗汉国 可是不能为他说大法 因为他的大圣根基没成熟 这个叫做仗除而积未发 大圣根基还没发 所以四十一年来不能为他们说 因为过去他们的见识烦恼之仗 虽然除去了 可是大圣根基没有发 所以不能为他说 第二句是说 有一类众战还没有除 可是他的大圣根基已经发了 那就好像在法法会上的凡夫 法法会上的六道凡夫 天人 天龙八部等 乃至世间普通一般人 也有听法法经得到开悟的 他的见识或还存在 可是他大圣根基已经发了 他能够接受 那么以此为例 我们现在一般人能够接受大圣根基 都是属于这类根基 烦恼没有除 见识烦恼还是充满的 可是他有大圣根基 大圣的根基已经发了 他能够学大圣根基 他听到大圣根基 生欢喜心 这种人是大圣根基已经发 但是帐还没有除 这是第二句 第三句 就是帐也除了 大圣根基也发了 那么这就是 佛说无量易经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在想要听闻一圣佛法 这一类根基就是帐也除了 大圣根基也发了 那么到了现在法伐会上 那些俄罗汉通通都是帐也除了 大圣根基也发了 这类根基 有一类根基 帐还没有除 大圣根基也没有发 还没有发出来 这是第四种 这类根基就像 佛才开始要说法伐经之前 那五千退帐 那五千四种退帐 那一些烦恼还没有除 见思或出门 而大圣根基又没有发 他不想听大法 所以有佛的 我一等 使他们都退帐了 免得听到大法 而不能接受生气诽谤 而知堕落 所以这类人 帐还没有除 根基 大圣根基也没发 那么这种人现在也有 充满见识烦恼 是个反复 可是他听大圣 佛法听不进去 有一类根心 他印识说大圣非福说 他不承认大圣佛法 他不相信大圣佛法 那么这类人 他就是 藏也没除 大圣根基也没发 藏也没除 大圣根基都没发 那么这种人 你跟他说大法 他不但不能接受 他还要诽谤 现在一样也是有这种人 所以这四类 那么第四种人 不能说大法 不能为他说大法 在后边经文 处处都有提到 如果不是这类根性的人 不能为他说 说了他不能接受 而诽谤 反而是造业 今天只说到这里 还有疑 剩下的道理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头 拉了 我 看看 二 一 掉 我 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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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之所以叫做中途驿站 驿站的意思是一个车站 就是希望这里只是一个他们的中继点 而不是他们真正永久居住的地方 也不算餐厅啦 我们就是提供小小的一些茶饮啊 小点心啊 让大家可以就是 比较放松的在这个环境里面 跟猫咪做互动 客人们放松了 猫咪才会放松 希望大家不要太赶时间 可以用一个下午茶的时间 然后来这里实际的 先跟猫咪们做互动 去真的了解他们的个性 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 再做领养 我其实从以前很小时候就有养猫 我第一只猫是国中的时候养的 那是我哥哥从他朋友家那边带回来给我们养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宠物福祉 都还不是那么的完善 大家就觉得反正猫咪我就是 我就是喂我不是养 然后生命看医生这样子 送去做结扎的时候 回来就血尿 然后我们也是打电话再 赶快问医生说 哎他血尿了怎么办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医生说 哦那没有关系 那个是自然现象 然后后面结果猫咪就死了 过世那你也没办法 所以也不会特别说要去 找那间医院算账啊或干嘛 就是你就是 好那就是我们好好地让他走 就结束 慢慢的一直一直有在养猫 到大学的时候 我我们就是有时候 救援到路边的流浪猫 然后就会帮忙照顾 然后网路上po文送养 就慢慢的开始在有做 中途的这一个动作出来 毕竟你大学生 所以你的金钱 你的能力 你的知识都不足嘛 所以就是变成说 边学然后边做 然后开始有了 要开这样子一间店的想法 那猫中途他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们会接很多猫 轻讯成功之后他可能就会找到更好的世主他就会出去 然后我们就会再接新的流浪猫进来 那每一只猫每一只猫都有不一样的个性 那你还是要用他们的一个习性去学习说他们怎么样生活比较好 或他们样的他们怎么样的状况 或是他们这样的情感表达这些东西 同一套逻辑在不同的猫身上 他的有效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变成说我们会去吸收各个方面的各式各样的故事 不管是爱妈的也好或是受益也好或是讲座也好 然后再去试在我们的猫咪们身上 看谁才比较适合怎么样的方法去饲养去成长 猫咪他算是比较自我的生物 所以他其实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他并没有真的一定要跟人类相处 所以我们在跟猫咪相处的时候 他不会说像狗狗一样 他可能会很黏着你啊逆着你啊 叫过来就过来这样 他就是走比较就是随性的方式在生活 一开始你一定是要先放定自己的姿态 希望大家可以用猫咪的角度去看猫咪们 那当你就是比较低的时候 他才会比较愿意相信你 让他们闻你的气味 然后再看他的反应 看能不能摸他 这样才是最好的 猫咪它是一种很能忍耐的生物 所以他们比较不会表现出他们的痛感 譬如说他们觉得不舒服觉得生病 他们可能看起来都一样 平常没有多观察它或是多摸它的话 它哪里突然不舒服了 你会没有办法发现 那当你没有办法发现 它就会很容易恶化或是变成默契 像这样子的状况就会非常的麻烦 猫咪最主要的动作都是在他的脸部表情 他的耳朵啊他的胡须啊他的眼睛啊 以耳朵来说他要是直立的状态 基本上他就是心情不会太差 可是当他越紧张他的耳朵会越缩越缩 所以今天当有一只猫咪耳朵在缩 尾巴藏起来 那基本上你是不要再靠近他了 对他来说攻击是最后的选项 他会先闪躲 所以当他开始有往后退或是耳朵有放下来的感觉的话 就代表他其实已经开始在警戒在紧张 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不要再靠近他 他们如果今天很习惯这个环境 他们的耳朵会是开的 然后他们的尾巴会很翘 代表他们其实很习惯这里 就是他们会觉得这里就是他们的地盘 他们就是老大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一般人来说就是送养他就是网络上面 然后可能就是投上你猫咪的照片 然后问有没有人要养 然后就说好我要养 然后就跟他稍微聊夏天之后猫咪就带走 然后带走之后你会不知道说 那后续呢就是猫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被他好好的照顾 这个人是只是一时兴起的养猫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都不太确定 所以在我们这里实际真正要领养一只猫 至少要跑一个礼拜左右的流程 你要先过来这里跟他们互动 先确定他们的个性 是你喜欢的个性 你要先思考你未来后面的路 你要怎么样照顾 你有没有时间陪他玩 你有没有时间去爱护他 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样有办法对他不离不弃的 我们才会真正的放心 把猫咪的后半辈子就交给你们 不希望大家就是太即兴的去领养 我们宁愿就是在送的时候复杂一点 送的卖一点我们也不会乱送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送猫的时候 一定是舍不得的 你就会觉得说 呃 你从路边救了一只猫咪回来 然后费尽了各种心思 金钱财力 然后去把它给就是弄得健健康康 然后送出去 你就会开始担心说 诶 这样子真的好吗 送给它可以吗 你就会心里面有一些就是不舍 然后我们追踪到 就是我们送出去的那些猫 就是在他们新的世主家面 就是也是活得白白胖胖啊 然后过得很惬意 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 其实猫咪真的是 还是要有一个家 对它们来说才是最好的 开这间店我最一开始的目的 只是为了要送出流浪猫 然后再就是送出一些 比较花色不讨喜 或是年纪比较大的猫咪这样子 然后就是顺利的送出 给正确的领养人 后面我发现像这样的一间店 其实会有一些就是信念的传承感 可能原本没有那么喜欢猫的人 来我们店里变得喜欢猫 那是不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它的爱是会传达下去 然后未来在外面欺负流浪猫的人 就会慢慢减少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我来说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让猫咪跟这种生命感 传下去的感觉 中途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不管是在人力上面 或是财务上面 它毕竟是没有主的猫 譬如说生病的话 那你先不说它前面的医疗 后续就是你譬如说它可能需要 每天大家的喂药啊 灌食啊 或是各式各样的就是招呼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个蛮大的成本 未来的唯一其余 当然就是我可以好好撑下去 这样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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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